科尼赛格这个品牌跟其他超跑制造商不太一样 科尼赛格很稳定 尤其是他的老板冯突 他是一个真正有实力且非常执着的一个人 而且科尼赛格的产品布局很明确 每一款限量及超跑都和当代的主产品相契合 关系成图的话跟树很像 一个主干剩余全分支 科尼赛格历史并不悠久 1994年成立到今天也才30年的历史 冯突时至今日也才只有52岁 科尼赛格成立以后2002年才发布了第一款量产公路车CC8S 虽然这是科尼赛格的第一款产品 但它并没有直接套用某个车型 而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自主研发了底盘悬架等绝大多数重要轮件 发动机由于成本和技术原因用的是福特的东西 CC8S的机认车型是CCR 这款车其实相当于完整版的CC8S 弥补了CC8S的很多不足 但终归不能算是纯粹的自产自研 直到CCR的下一代CCX 才彻底成为真正的自研车型 也正是在CCX这一代才奠定了Agera的成功 2010年Agera作为CCX的机认车型出现了 全新的5.50升双卧轮达V8引擎 最大输出功率有960匹马力 峰值扭矩1100牛米 0百提速只需要2.8秒 2017年Agera的变体RS 以458公里秒时的速度 成为了世界上最快的量产车 同时Agera也是科尼赛格在售时间最长的车型 再往后就是限量125台的JESCO了 重新改进的5.21升双卧轮达V8引擎成功将功率突破了千匹 现在它拥有1298匹马力 峰值扭矩1000牛米 值得一提的是 在185乙醇燃料的加持下 功率能提升到超过1600匹 峰值扭矩1500牛米 这里有个车要提一下 CC850 科尼赛格用来致敬CC8S的纪念车型 就是以JESCO为基础打造的 以上就是科尼赛格产品线的主干 其余车型的特别版 比如RS 1-1 都是基于这些主干车型升级来的 不过在此之外 还有连坎车 Regera Gamera 两款不属于主干的插电混动车型 由于时间原因 这两款车只能放到下一期了 下一期 不仅有车 还有关于缝突的简单介绍 敬请期待 我是急速车士 栓机观众告诉我 您先看 明镜 明镜